在第十章第五节介绍恢复HeperV的虚拟节 在前面的这个示例中 我们这有一个被分了一个HeperV的虚拟节 我们看一下被分任务 为了做这个演示 一开始我这个被分任务是做的 最早是选择的这一项 基本上就是不到一分钟就 被分一次 后来又做的一个小时被分一次 最后又做的是每天被分 后来这个实验这个测试做完成之后 这个被分就我就让它停止 就是不让它再被分 就是下一次的这个被分时间没有 在这个刺判里面 可以看到它一共被分了78份 这个运动物理机是一个Windows 42016的HeperV虚拟节 这是DC396.4 它保存的位置是 这里面 那么在接来这个压试中 我在一个新的位置来恢复这个虚拟节 显化到Wim Wim呢这是一个Windows 4208R2的一个无理机 它配了32基尼寸i7的CPU 有几个2T的硬盘 应该大约是两个2T的硬盘 因为我这是实验环境 在实际的生产环境中 大家应该配多个磁盘 并且做锐的5锐的5锐的5量 这种方式 大家看一下这个刺盘 这是两个两个2T的刺盘 好 那么我们想恢复的话 就是找到这个备份的虚拟机点邮件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看一下它备份的一些时间点 先看第一个万丈备份是2018年5月24号 然后12点45 12点50 51 53 54 56 57 59 大约就是一分钟 一两分钟的时间 备份 好了 它一直备份的大约 大约是14点27的时候 后来我改成一个小时一个备份 后来改成每天的10点来备份 在这里面我们选择整合一个时间点 比如选择这一项 来进行恢复 恢复到一个新的位置 恢复到新的位置之后 可以把原来的旧的虚拟机挂掉 如果新的虚拟机 能正常工作 就用恢复到这个新的位置的这个虚拟机 来代替旧的 如果恢复的 小国不理想 可以继续恢复 制造恢复到所需要的这个虚拟机 位置 基本上如果对于一个生产环境 尽可能的恢复到最最后 就是最近一个备份的最新的一个虚拟机 能整成工作的 基本上我们意欲行动都是每天 或者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 如果出了问题之后 应该大家会很快发现 所以基本上就是恢复到上一天 备份的就可以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小时一个备份的 可以恢复到最近的一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在这可以修改这个虚拟机的这个 名称 在这显示的是主机名称 跟那个虚拟机的名称 在这选拟 要将这个虚拟机恢复到什么位置 默认选拟是越来的位置 我们可以在路径之后 可以修改一下 比如越来的虚拟机保存在地盘 那么我们在这个测试里面 我们把虚拟机保存在地盘 可以新加一个虚拟机 新加一个媒体墙 还有虚拟机的配置文件 都保存这个新加的这个文件墙里面 好选拟下一步 这是虚拟机的网络 是不是要需要修改 选拟先的虚拟机的名称 例如我们就叫必然 就是或者其他的名字 就叫比如2018-0531 表示这2018-0531恢复的 现在下一步 实际上恢复HeperV的虚拟机 跟Hepro恢复VSphere的虚拟机 都是相差不多的 我们切换到HeproV中 可以看到找到这个新加的文件墙 它开始恢复虚拟机 这个轻拟中现在还没有用 等一会就恢复 这是一个进度 然后在这点右键选迁移 如果真没有进度的话 再用性质点右键 选状态 看这个恢复的这个进度 当前的这个日志 前后到96.9 那么这个虚拟机 应该已经恢复了 这个虚拟机闯架了点链键 这是闯架的这个虚拟 这是恢复的这个虚拟机 恢复的这个虚拟机正在启动 我们在96.2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状态 好我们等它那个慢慢的恢复完成 我们看一下任务管理器 这是恢复用到的这个带宽 千兆网络大约用了是一百六二百兆 如果是万兆网络 并且这个存储的速度更快的话 它恢复起来就是比较快的 因为我这是用的PC级做的备份服务器 所以它这个速度 都是手下的 单位硬盘的速度 在HeperV虚拟机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虚拟机 已经在恢复了 这个期间基本上我们就等待它 被分发成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时候这个HeperV的虚拟机 就已经恢复完成 我们看一下开始时间是10.06 接触时间是10.15 大约是用了不到9分钟的一个时间 这是恢复的这个HeperV的虚拟机 在一个新的文件夹里面 如果我们经过测试 这个新的虚拟机 可以代替原来的工作 那么就把原来的这个虚拟机把它关机 关机之后 用新的来代替工作 等过一段时间之后 感觉这个原来的虚拟机没有用了 然后就把它删除就可以 如果要被分的话 因为这个虚拟机代替了原来的虚拟机工作 在原来的备分任务中 把这个虚拟机把它关机 然后备分这个虚拟机就可以了 好 关于HeperV的恢复 我们就介绍到这 我们下期待的虚拟机